这里是大群互动职场真人秀 非你莫属 欢迎节目主持人张胜桑 为什么如此的欢快热烈呢 因为这里是非你莫属 欢迎十二位波士团的成员 欢迎你们 当然还有两位观察团的我们的老朋友 心理分析老师陶思玄小姐 职业规划师Brand先生 欢迎二位 我们今天老板团的组成非常的科学 有帅哥型的美女型的 还有一些成熟稳健的老狐狸型的 我们的人员搭配人员组合是有差的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 每一个老板会用自己的判断力来判断求职者 是否够格找到一份工作 感谢本节目的独家人力资源 支持机构致联招聘的大力支持 每一位应聘成功的求职者 都可以当场获得 金丽音乐手机 何唐系列手机一部 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第一位 因为我的目的和理想 并不是说仅仅是挣钱 而是真正是想实现 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自我价值 像我所崇拜的偶像 像孔子啊 像摩拉图那样 去通过自己的思想去影响 这是我确实是我真实的想法 陶峰 三十二岁 胡北仁 清华大学哲学美学博士 大家好 我叫陶峰 今天三十二岁来自北京 现在目前就读于 清华大学哲学美学博士 我在读研究生之前 曾经做过这个外贸和这个 开过健身房 所以有一定的组织和协调能力 在就读美学博士期间呢 在这个中央电视台担任了 南部的美学策划一职 所以我今天来求职的这个 职位是这个美学策划 和这个电影剧本写作和 或者是编辑方面的工作 谢谢大家 陶峰啊 你的身材是非常健硕 还是你就爱这么站着 还是因为 你是练健美的原因 对对我是练健美和大力士的 因为你是练大力士的 对对对 业余练 我是一个男性 所以我就可以议论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男性来讲 你的胸是有点 真的 你方便脱衣服展示一下吗 因为男性嘛 可以吗 大家 好好好 好好好 迅速的专一掌 迅速 谢谢 我是实在不太习惯一个男人 他的胸能跳 好 你的身材其实和你的这个学历 真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对不对 因为你是练健美的 然后又那么硕大 但是你的学历 你现在是博士 对不对 是再读还是已经毕业了 再读 今年毕业 明年 明年毕业 对对对 叫哲学美学的博士 哲学美学 研究这个艺术哲学 以及这个什么是美啊 这些方面 哲学美学 美学哲学 你给我分析一下 从哲学的角度 我为什么经常犯相同的错误呢 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但我为什么经常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呢 因为可能你始终在这个河流里面没出来 是不是 所以可能你会一辈子都在那条河流里面 你说完两次就可以了 你没有拿一辈子来诅咒我 好不好 要找的工作是什么来着 是这个关于文化创意方面 比如说像节目的美学设计 美学设计这是工作之一 还有什么 还有电影剧本的写作 写电影剧本 还有呢 还有这个文化 比如说文化 企业的文化 企业文化设计 对对对 企业文化的设计 对对对 好 这就是逃风 有谁有问题 刚才谈到了你是喜欢这个企业文化设计 我很奇怪了 因为企业文化这种东西第一没标准 第二很难有设计这件事 对吧 往往都说企业文化是老板的文化 很想怎么能设计呢 请问 那个企业文化呢 应该说是老板的文化 这一点我不太能认同 我觉得企业它虽然是一个生命体 但是是老板和他的员工 以及他们所创造出来一个整体的生命氛围 你怎么设计呢 我这样问你 先不说设计 如果你去了一家企业 那家企业的企业文化就是老板的文化 就是老板个人的文化 老板的气场非常强大 你会怎么样呢 那我会这个任务细无声的去改变它 你改变老板啊 对啊 那老板早就开除掉你了 但是我们说有实际问题 如果那老板是气场这么大的话 他不希望人家去干涉他的 他不会请他的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企业文化是可以设计的 而甚至现在500强的公司 或者大的公司跨国公司 经常会找到一些人去帮他设计 对大到那个份上弄人是可以设计的 比如说人中人就是专门做企业文化设计 然后把它再转化成游戏来做 所以我想跟藏总讲 第一文化是可以设计的 第二呢从你的角度来看 老板的文化不代表就是不好的文化 其实在中国在一个初期的企业 老板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小师弟 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哲学美学吧 据我了解它其实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 对 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美学 它是相当理论化的 距离现实的这个 其实我觉得是比较远的 所以我 我觉得就是说你学了这个哲学美学的博士 就是真正对你审美来讲 是这个理论对你更主要 还是说实际的一些经验 和一些你审美的一些这种 这种这种经历对你更重要 理论和实际 因为我是从小学习画画 然后也酷爱写作 所以说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这个 艺术创作和这个美学理论相结合的一条路 如果仅仅是一种这个理论的学习的话 缺乏一种艺术创作体验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不够的 好了12位表态 让陶峰继续还是离开 选择 人家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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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离开 现在我四位留了下来 作为一个学哲学美学的博士来讲 学纯理论学科的博士来讲 这样的求职经历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还有四盏灯为你亮着 你要向大家展示 天生我有财 这个我带来了我的一些这个荣誉证书和这个奖状 哇 人一般人的荣誉证书和奖状是贴门就可以贴好了 而您的荣誉证书和奖状 对 是装了满满的一书包吗 不要忘了我是大力士 咱们先到地上一会慢慢收好不好 好 你不会觉得对你的奖状有些唐突吧 一个一个拿就拿到后半页了 荣誉证书 07年建美先生 嗯 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硕士 硕士证书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什么 这是国际私人教练证书 国际私人教练的证书 对对对 这是体育方面 这个是体育方面的 对对对对 这是我的电影 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本计划 入选证书 陶峰 您创作的剧本 云武枪山已入选 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划 这个是这个诗歌的全国获奖 您的作品 人间世 在虚言杯诗歌大赛中 荣获优秀奖 诗歌的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是全国力量局的公开赛的季军 力量局公开赛季军 大力士洛阳地区的第二名 对对对 好了等一下我们收一下 陶峰 有没有人跟你叫证件歌 但我不是办证件的 不我知道你不是办证件 但是你收集到这么一大堆证件 你是有这个乐趣的对不对 没有 其实我是在这个 我这都是在业余时间去做的 你们知道这个博士 学习其实很忙 杜克先生我想请问一下 我觉得他说的这些东西啊 有点不搭 您明白我的那意思吗 我明白 有点不搭 又有大历史 又是哲学 又是美学 还是在读国士 还会画画 硕士读什么 硕士读西方哲学 本科读金融 本科读金融 又是西方哲学 还会画画 写电影剧本 写诗歌 然后现在要找的工作 基本上也是哪都不爱哪 东一郎都西一棒子 为什么我在 陶峰上来之后 就有点我找不着北呢 我觉得确实是 他是属于比较稀有的一种 谢谢 他的稀有也代表了说 他我还看到 他在每一个领域 其实都做的非常的棒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 一个人倒不是说 读到博士就一定怎么样 但无论是做哪件事情 一个人能把它做到极致 哪怕是打扫卫生 能把卫生打扫到极致 修车 修自行车 能把自行车修到极致 他一定有些特别的秉赋在里边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会不会都太不搭了呀 其实没问题 我觉得今天未来的职业 在未来这个社会 这么多的变化 而且现代技术 让很多的领域都 跨界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未来需要的人 就是这种组合的人 或者说 有很大可能性的人 我觉得不要太在意 他的那个 某一个门类上那么专 其实要在意 他在这个过程中 积累起来的素质 我觉得他有很多的可塑性 但是有一问题啊 就是你以后真的要进职场吗 这是一个特核心的问题 因为才华过多 有时候选择过多时间 特别倒霉的事情 你以后会不会真的想进职场 我如果就是找到那份工作 我很喜欢的话 就把乐趣跟工作结合起来 我肯定会 很好 就是说刚才你说了一堆 惠普我老师觉得 我就观察了半天 我没有看到他有太多 适合职场的才华 我一直在等待 其实我觉得你有一个选择 你可以考虑 就是说到学校当老师 对 然后用于时间搞剧本创作 搞点艺术创作 都没问题 我有两个问题 前面那个沐妍在问 关于美学和应用的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看到邵刚就把你 从头到脚的打亮了一遍 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学的哲学美学 这个问题 你怎么看待个人形象美学 这是第一个问题 对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看在你的学习生涯之后 你拿了那么多证 而且大部分都是跟你的 学习本业不太相关的 一个人的经历是非常有限的 你的这个 用在学习上的时间 到底有多少 好 个人形象 对 个人形象 那个苏格拉底说过一句话 这个美是困难的 就是说各个人有对 对美有不同的认识和见解 我认为其实这个美 现在特别是 在这个时代 是一种多元化的存在 我们去允许那些中性打扮 也应该去鼓励一些健康的美 我觉得我是代表了一种健康的 起码是身体健康的这方面 我补充一点 我觉得我这个师弟 穿得非常像一个哲学家 很好 好 谢谢 你补充的这句话 我们完全听不懂 非常有哲学的意味 来继续 第二个问题就是 比如说像看哲学书 你不可能一天看16个小时的书 我们需要其他事件来调剂 我觉得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 个人的工作计划 我每天可能会花一个小时来去写作 来花一个小时去画画 半个小时去断念 如果你把时间能够安排得非常好的话 就像一辆 就像一个高速公路 如果上面的所有的车都能够按照秩序行走的话 我觉得这个道路应该保持得很通畅 你知道但是我在他说的时候 我就恍惚记起来 我在上学期间 我爸激励我的方法 我说学习太痛苦了 我爸就说 学习了一个小时数学之后 接着学一个小时的语文 作为对学数学的一种松弛和条件 然后再学一个小时的英语 每次我都听到我爸的计划的时候 我都觉得这是让我去死 但是今天我发现 真的就有活在我们身边的人 他们把自己的每一个小时 都是以块状分割的方法来进行 并且其实下一个小时 真的是对上一个小时的调剂 对对对 四位 现在选择 让陶峰继续 还是离开 请选择 有三位留了下来 三位必须要陈述一下 你们提供的职位 因为随后 主动权转移到了陶峰身上 尹峰 咖啡机要在北京落户 我需要在北京拓展 这个部分可以由你来做 市场拓展 好的 杜魁老师 我给你的这个职位呢 我觉得可能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种职位 或者其他很多人不了解的 是一种体验式学习的设计顾问 这里边呢 其实他要既要有企业文化的设计 我们的这个过程有点像一个电影的过程 我们首先呢 你可能是做一个编剧 编剧和你的客户一起 编一个剧本 就是未来要进行的这个体验的剧本 然后呢 这个过程的导师和顾问呢 他像一个导演 我们的演员呢 不是我们 我们的演员是来学习的这些人 叫做演员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和你其实的本质上的东西是一致的 好的 谢谢 你有很多优点呢 我就先不说了 我怕他们到时候抢你 好 谢谢东北 来 我现在提供的职位是 旗管部经理 负责一些企业文化 还有就是门店管理方面的一些策划 策划工作 知道这三个职位了 知道 对吧 陶峰 对 到底怎么样 经过深思熟虑 走上前去 把其中一盏灯灭掉 留下来了 人众人 咖啡之意 两家 谈钱 不伤感情 十位都知道了 让我们来见证一下 博士 清华博士 是怎么谈钱的吧 那个 杜总 您对我这个 比如说我要全职 做这份工作的话 您的这个工资 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体验室学习的 设计顾问的 这样一个位置的话 你的每年的收入 至少在12万以上 然后这里边有 如按月算的话 应该有6000块钱的 基本工资 4000块钱的 这个绩效的部分 好 那您说是北京这边 您准备开这种 连锁分店 是 那个咖啡之意 是源于香港 然后现在它的大本营 在湖南长沙 那么在长沙本地 市场拓展部经理 是5000 拓展资源是3500 那么在北京的话 是会上调1000块钱 当然以后的拓展 开店的数额 在增加的部分 会有它的提成 好了 15秒钟 陶峰给我们一个答案 你选择 咖啡之意 还是人中人 或者你可以选择 谢谢 下次再见 15秒钟思考 我想说我其实平时也喝咖啡 但是我更想体验一下 这种拓展体验的一种空间 这种造梦空间的一种工作 所以我先认识 所以我先认识 谢谢 谢谢 还是在我意料之中 以我的实力 应该可以拿到这个工资 很开心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起点 这些俊乐肩膀 才是我走向更高处的一个最好的 加油 你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好的 谢谢 这是一个多么勤于学习的人啊 而且爱学习 你看凡事沉默的 灵霄 学习成绩好吗 上学的时候 一般 行业不好吧 我上高中的时候 数学还得满分呢 真的呀 对呀 哇 难道学习最不好的那个人 是站在这儿的 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一个 清华博士的时候 我们就没什么问题了 闭嘴收声了 那么接下来这位 会不会给我们带来 无穷问题呢 有请 五九年末呢 我从大学去学了 我希望自己有比较独立 和安静的个人空间 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 今天活着 永远不知道 明天要发生什么 也许明天 我的伯乐就会发现我 也许它就在明天 杨文杰 二十一岁 天津人 高中学历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天津的选手 杨文杰 大学退学之后呢 我的人生道路上 充满了迷茫 曾经做过一两份工作 都不太适合我 今天我想找一份 客服类的工作 不管结果如何 希望大家 给我未来的人生 指一条道路 谢谢大家 为什么上来之后 文杰就跟大家聊你 大学辍学的事 因为这是我心中 永远的痛 永远的痛 文杰的这学历 我们要多说两句 高考的时候 考一半回家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考不好 因为前一宿状态没有调整好吧 然后休息也没有休息好 那回家怎么跟爸妈交代呢 说昨天晚上状态不好 没有睡好 我现在回来了 对不起了 当时是也是挺抑郁的吧 反正父母也没有太说我 然后回来之后 就父母用他们的秀案钱 供了我上一个三本类的学校 为什么又上着上着大学 又退学了呢 什么意思 导火索呢 是和宿舍的关系 处理的不太好吧 什么意思 因为我是一个生活 比较有规律的人 早睡早起 然后白天做一些 自己有意义的事情 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 多早睡 九点或者十点吧 那是为什么你九点睡 就能和宿舍其他人 关系搞不好呢 因为他们要玩啊 要嗨啊 然后呢 我说你们能不能安静一点 那同学们怎么说 当然很反感了 因为他们想的 跟我想的不一样 他们想的是什么 你一个人如果和其他的 就是和你想的 不一样的人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一种折磨吧 你说的是 你在折磨他们 他们在折磨我 同时你也在折磨他们 互相折磨吧 都没有好处 然后我吹夫 哦 你真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人啊 就是 我 你要求的工作 你要求做客服 客服是一个高度需要 换位思考 和沟通能力的一个职位 为什么会想做客服呢 因为在这身上 我现在到 到份老板会看到 正正你缺的就是这样 我想 跟老师说的是 生活中的状态 跟工作中的状态不一样 如果我一晚上休息好 我会以一个良好的状态 投入到工作 你老师 不不不 稍等 那晚上要休息不好 第二天就能出大事 是吧 后天晚上文杰 你没睡好 今天如果有一个人 给你打电话进来 完蛋了吧 他就 我想我 我不是说 我想我自己 不能以一个良好的状态来 来工作 这就可能发飙 会影响工作质量 你在来这工作过吗 从大学退学之后工作过吗 工作过 什么工作 就是在一家曲线级的卖车的店 给人家卖车 销售业绩好吗 不好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是不缺那个 就是他已经 以前有两个销售人员了 然后在那里工作 他还要找 然后我就去了 其实干的是一些擦车类的工作 你把车擦干净 让那两个人销售 老板是这样安排的 他找我说的去的时候 是做销售类的 你和那两个销售关系怎么样 表面上挺好的 他可能之前那天晚上睡得比较足 那个我想解释一下 稍刚好 大家可能对我的一些经历 比较鄙视吧 我觉得在座的 没有鄙视 你看你老是 你老是拿 就特使劲的词说人 没有鄙视 因为我觉得现在在场的各位都比较 不喜欢我吧 不管怎么说 你从哪看出来我们不喜欢你了 文杰 因为大家一直在笑 好像在嘲笑我 其实我只是一个想找到 踏踏实实的找到一份工作 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 然后白天上班晚上睡觉 然后白天上班晚上睡觉 我吃 反正我最后就能得出来一结论 杨洁是非常重视晚上睡眠那个人 对吧 白天上班晚上睡觉 我在这个舞台没有什么可炫耀的 有的人有学历证明 有的人有奖状 有的人有证书 我在这里没什么可以炫耀自己的 我只是把我最真实的想法展示给大家 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和我做朋友 我就有活下去的理由 谢谢大家 文杰 在你上大学 然后到你工作 你也工作过 对不对 截止到你刚刚上舞台之前 有没有什么人是你比较喜欢的 你觉得这个人还真的蛮不错的 我一时还没有想起来 就我经常会说的一句话 我们看待周围的人和世界 其实是你内心的投射 所有这些词是你内心里存在的 我刚才问你那个问题 你有没有满意的喜欢的人 你说到目前为止没有 是因为你先放弃了我们所有的人 然后你内心的这些感受就会让你觉得 是不是别人也在放弃你 我就就着陶老师的话 文杰 我跟你说一件事 你知不知道身边谁讨厌你 不知道 我告诉你 你讨厌谁 谁一定讨厌你 这是这个世界上的定理 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文杰 说 你们要说刚才 没事文杰 怎么会突然 我们文杰你听 上刚来 今天咱家一个节目 就是想让大家了解我的一些经历 给我一些理解和知识 你看 没问题 上刚我能说句话吗 我觉得今天要多一点宽容 这小女孩上来的时候 一直带着笑 所以我错觉 我觉得蛮适合做客服的 过了一会儿才发现 今天你是在伪装 所以你把你真诚的一面给我们 我们也会把我们真诚的一面给你好不好 好 谢谢惠博 那我问一个 咱们跳出 这个其他的那个 关于生活的问题 你为什么想到 有那么多工作可以做 你为什么想到 做客服 做客服呢 因为我喜欢 和别人打电话 那种接线类的那种感觉 然后耐心的 你做过吗 没有 那为什么会喜欢那个感觉 因为 也经常和一些 给一些客服部门打电话 然后听那些人 就是工作状态比较好 咱们来个测试好不好 我当客户 你当一个客服 好不好 试一下 喂 喂你好 你们这个 试一家园网站怎么回事啊 登录这么慢 都急死我了 我连了一天一夜了 都没连上 您再稍等一下 我们这边的成绩 一会儿就给你弄好 您再耐心等待一下 也许下一秒 您的有情人就会在眼前 你别忽悠我了 我都等了一天一夜了 我们的网站做得很成功 已经有很多 有情人进程眷属 是吗 我听说那都是忽悠的 不是 其实我也是 世纪家园的一个会员 是吗 嗯 你们工作人员当然是自己的会员 自己当播嘛 不是 不像外界传的那样 听说那百合网不错 你觉得怎么样 百合网不错 你觉得怎么样 没有世纪家园的名气大法 通过通过 沐妍 我觉得你可以做客服 沐妍知道自取其辱是什么样的吗 各位 我现在要给大家一些提示 文杰身上有明显缺点 人际沟通 有缺点 第一 第二 内心貌似强大 实际上很脆弱 第三 晚上九点要睡 所以十二位现在决定 让杨文杰继续 还是离开 请选择 美沙离开了 费腹离开了 美沙离开了 哇 蚝月 林香 志峰 兽马 不错 一二三四五 这样的结果 多多少少 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我以为大家会灭灯 但是后来你的表情 其实我也 做好 被灭灯的准备了 其实今天能和 各位boss团的老板 然后绍刚老师 和两位嘉宾在这里 和大家交流一下 聊一聊天 然后克服一下内心的障碍 我已经很满足了 不管今天求知是否成功 然后 我都心满意足了 还有五盏灯给你亮的 说这么多干嘛呀 我想说几句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 是在于要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包括你刚才说的 你说 如果我睡好觉了 我第二天的工作 就会非常好 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 我觉得大家 刚才看到的是 可能他对克服那种 很温暖的说话 很想要 但是大家要考虑一个 长期的一个问题 因为工作很复杂 包括你一个 人与人间的群居的 一个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 解决一下 谢谢林乔的提醒 我刚开始是 很想第一轮就灭掉他的灯 但是后来我又发现说 其实文杰是一个很单纯 内心很需要爱的人 我们应该给他 机会让他成长 但是我也希望文杰 能在一个被爱 被关心的环境里 逐渐能够成长到 即便你头天晚上 没睡好觉 第二天仍然很耐心 即便你遇见一个 不可理喻的客户 你也能对他面对微笑 这是我想说的 谢谢 我想提醒的是文杰 任何一个职场 都是人和人之间的交往 它都会有矛盾冲突的发生 没错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 没有人会完全按着 你的要求 你的标准来做事 这个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现在还有五位 亮着灯 五位 你们决定让杨文杰 继续还是离开 请选择 沐妍离开了 以风离开了 沐妍老师离开了 一涵你真是说到做到啊 钟艺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范桐网 你将和他们谈钱 不伤感情 一涵来说一下 你能提供的职位吧 因为我们没有 专门的客服部门 但我们有前台 我大概可以提供你 两千块钱的薪水吧 曾丽 职位 我们正好有一个 还可以的呼叫中心吧 有个七八十个工位的 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客服的 呼叫中心 而且是标准的 这个全套的设备 所以这块呢 我觉得会提供给你一个 比较好的氛围 客服人员的工资是 一千六到两千二 我必须要提醒文杰 可能范桐网提供的工作 更加符合你的诉求 那么我今天为你留着灯呢 完全是处于对你的一种支持 我希望说能够在你成长道路上 你觉得说 很多人是支持你 鼓励你 认真思考 思考完了之后告诉我 你是选择钟艺博 还是选择范桐网 十五秒的思考时间 我选择范桐网 每位应聘成功的求职者 都可以当场获得 经历一月首期 葛唐系列首席 开心吗 开心 因为今天找到我工作了吗 而且还有礼物呢 对 那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接受大家给我的一些 在生活上的建议吧 希望你今后越走越转 好 谢谢 你还年轻 拜拜 再见 唐浩 四十岁 天津人 天津医科大学 临床医疗大专 大家好 我叫唐浩 四十岁 来自天津 医科大学毕业 基辅大学一业 做过厨师 谢过集装箱 自学的计算机编程软件开发 03年至今 做了八年的扎瓦软件工程师 今天的求知意向就是软件的开发维护 或者是网站的技术支持 以及其他的一些和扎瓦源相关的技术工作 谢谢大家 唐浩 你的年龄是格外需要我们提出来的 是 四十岁 四十岁 为什么到现在还在找工作呢 因为我入计算机这个行业比较晚 没有能进到一个比较大的正规的软件公司去学习 所以就是一边干一边学 上一个公司赔了 干赔了 还了 老板就把我解剖了 所以我还要继续找工作 在这上提到说 33岁才出门工作 什么意思 因为毕业之后去乌克兰留学的期间 母亲脑出血偏瘫了 我只能辍学回家照顾母亲 赔了她五年吧 等母亲去世之后 我才开始工作 父亲今年多大岁数 今年75岁 75岁 那你现在没有工作 现在没有 那也就是说你们爷儿俩 就是靠你父亲的收入 他的退休金 多少钱一个月 一千多吧 一千多 你结婚了吗 没有 有女朋友吗 没有 结过婚吗 没有 四十岁 还没有结过婚 也没有女朋友 就是和你父亲爷儿俩在一块生活 对 你这种没工作的状态持续了多久了 一年多 一年多了 那你一年多干嘛呢 基本上就是在家看看书 再学一些其他的新知识 其他的就是投个简历 基本上没有回应的 都是沉大海了 我想问一下 一年多找工作一直无果 对这个反馈有总结吗 比如说哪些失败 为什么有没有总结过 因为他们都没告诉过我 为什么不要 你发这么多简历 你拿到过多少次面试 四五次 四五次面试的情况怎么样 之所以来这就因为都不好吧 有的工资太低 有的就是 工资低到什么程度 一个月两千块钱 有的是工资太低 你不喜欢 还有呢 还有就是面试完了 就又无果了 又不理你了 如果你仍然找不到一个IT 或者跟加勒语言有关的工作 你会一直等下去吗 我想如果再找不到工作 我就自己写网站 我也创业 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 没想好项目 又没想好项目 四十岁了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做软件开发 都很年轻 对吧 对 那你和他们相比 你觉得你的优势在哪里 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很强 这一点我感觉是学不来的 而且我理解问题能力也很强 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我可以想出很多种来 这属于经验问题吧 年轻人是不可能拥有这些经验的 好 这就是唐浩的基本情况 十二位 觉得他还可以 可用 值得继续留下来谈的 让他继续 否则请选择让他离开 十二位请选择 十二位离开了 陈销离开了 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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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腿 肚腿 瘦板 十二家跑了八家 还有四家给你继续面试的机会 你要向他们证明 天生我有财 天生我有财环节 咱们先要看一看证书 咱别空口白牙 来 我这有 就在这呢 我以为多大的证书 想着想着 看一下啊 全国信息基础人才 培养工程 职业资格培训证书 因为我不熟悉的证书 得都念全啊 唐浩 高级软件工程师 发证时间2006年7月21号 有刚印 唐浩子人 当时秃得厉害啊 现在已经把有的那部分头发 也已经去掉了啊 收好啊 收好 找工作的时候需要用 来吧 四位 留下来的四位 主要有什么问题 来 志峰 志峰一直没说话 刚刚你说过 你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非常强 我想请你回答一下 就是说能举两个这样的例子 能证明一下吗 逻辑思维不是说遇到问题 怎么解决 而是事先考虑好会遇到什么问题 我事先去处理它 或者是避免它发生这个问题 就是前面听你所有的介绍 你感觉你没有找到工作 就是你的个性表现出非常的被动 那么我不知道在你在跟团队合作的时候 是不是也这样 就是派给你的活 然后你就去干 还是说你发现有问题就会去解决它 派给我的活 发现问题肯定是要解决的 然后大家协商解决吧 但很多时候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企业 是需要你去维护检查发现活 然后去 那不是 那等于还是派给我一个检查维护的工作 就发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它的工作 就是跟它的工作有关系的都叫它的活 就是你的工作关系之类的 你都会主动去发现 对 是 还得派个翻译 是是是 尽量翻译 你这么多年以来认为你最擅长做的事 到底是什么 就是你还考不了其他的机会 还是就我闷着这个软件工作 现在让你做教授 做不做 不做 因为我不会说话 现在让你做错话 做不做 不做 不做 因为你也觉得自己不擅长 说实话 你就是认为自己擅长软件 对吧 所以你就是想要做计算机软件相关的事 对吧 是 那么在最后一个问题 你刚才说钱太少 两千块钱嫌少 你觉得在北京生活下去 你希望你觉得多少钱能活下去 在北京 我感觉如果公司不提供住宿的话 嗯 我要求事工期税后七千以上 税后七千以上 事工期 对 事工期税后七千以上 那转正的话 应该是在八千五左右 差不多吧 这说 我我我先给你一个建议 因为在还没有到谈钱不上感情环节之后 我先说不要嫌工资低 先把自己从一个无业的状态变成一个有职业的状态 我们其他慢慢在进步 可以吗 但是如果工资太低 我在北京工作会赔钱的 你无业的状态 时间一拉的越长 老板们会越不想再去聘用你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放进去一个工作状态里面 好的好的 各位 你们最后一次表态的时间 在表态之后 如果你们仍然留了下来 主动权将交到唐浩的手里 四位 请选择让唐浩继续 还是离开 志峰离开了 三家留了下来 让他们先说一下他们能提供的职位 好不好 米风开始 咖啡之意 对于你这样的人才有两个岗位的设计 第一是我们本身公司内部的 工程部有一个管理员 那么第二个 我想把你推荐到这个 亚皮之后软件管理公司 去做真正的参与亚皮管理软件设计 好 谢谢 谢谢允峰 沐妍 百合网 对 我们是一家这个婚恋交往网站 然后就是这个 招好工程师的这个工作 我们网站呢 是一家由这个 清华的计算机器的 人创办的 比那个北大文科生创办的某些婚恋网站的更加重点技术 而且我们正在扩充这个技术团队 好的 谢谢 是一家员 他一看就不懂 因为他们网站不是基于这个Java架构的 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数据挖掘和数据仓库是Java技术 提供的应该是数据仓库的这个程序员 好 思考一下 好 现在三个工作岗位都清楚了 对吧 但是你只能和两家谈 所以接下来经过思考 走上前去 把其中一家的灯 按灭 不好意思 谢谢 少刀能允许我在恬不知耻的问一问题吗 为什么灭我 不用问了 我来为了维护你的尊严 我来问 为什么把他的灯按灭了呢 因为数据库挖掘不是我所擅长的 数据库挖掘不是擅长的 我很满意这答案 谢谢 唐浩市求职者当中罕见的一个 只干自己觉得自己擅长的 可能对于求职者来说这样的选择 杜奎老师我请教一下 这样的选择是不是也不是坏事 其实不是坏事 但是所以我有可能的话 我会多问一个问题 就在你生活中 让你觉得最快乐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是有一个好比一个基础难题 没有解决 有可能我一天两天 吃的越来越少 睡的越来越少 当我解决了它之后 那是最高兴的时候 如果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实的一个问题 这个回答的话 我觉得他可以做这样的选择 我觉得也许找到他的这个老板 你会找到一个好员工 好 谢谢杜奎 我觉得你回答非常好 因为咱俩有一个软件界的一个高手 我上学的时候 他跟我问过同样的问题 我说您解决了这个技术难题 您是什么感觉 他说你看过古龙的小说吗 当我一见封喉之后 我静静的把剑上的血擦掉 就是那种感觉 基本上说的都不是人类的语言 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差别 有人会因为这样的语言而陶醉 像我这样的现实主义者 我会耻笑这样的语言 接下来谈钱不伤感情 来吧 职位也都知道了 尹丰 沐沿 谈钱的事谈到自己来 好不好 好 请问您二位这个工作地点都在哪里 我这边目前的地点在长沙 湖南长沙 我提的心情要求您有意义没有 我觉得在前期有一个试用期 要对你进行一个了解 互相的观察 所以前期你应该入职的话 应该是在4000到6000之间 好 谢谢尹丰 但是其实我是觉得 招牌工作室很可能不适合做网络管理 他可能根本就不太懂这个网络管理 另外一个 不要说别人 不要替尹丰操心了 替他操心的意思就是说就剩我一件了 你不要替尹丰操心 你就说你的心机 我们就正式转账以后是7000 但是试用期是6000 我投资给沐沿拉票 以前干软件行业 这行的确现在挺艰难的 做软件卖包行业的 基于互联网 这是一次特别好的机会 把握住它 好吧 好 唐浩正 另外我提醒你一下 就是好像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全中国幸福感排名 城市 长沙市好像在前三吧 应该 所以长沙市一个很幸福 然后生活指数比较低的城市 你看起来也是很生活派的人呀 我再加一句吧 就是我们是那个 没有这个年龄歧视的 在我们那个开发那个队伍里面 有接近你的年龄的普通的工程师 也有 说半天我以为你能说出多大片来 我就发现我们现在老板啊 在参加非尼莫属之后 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已经没有心理想了 想什么就一定得说出来 少刚 不吐不怪 刚才他说了一句话 为什么人没有面试上他 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原因是什么 我们非尼莫属舞台最重要的地方是 我们有什么说什么 就把心理想的都说出来 好了 然后 不管你是听完他们说的更清楚呢 还是更糊涂 15秒钟的思考时间 然后告诉我 你选择的是长沙还是北京 你选择一个懂技术的老板 还是一个不懂技术的老板 我选择长沙 所以沐言他就选择生活 他不是选择工作 每一位应聘成功的求职者 都可以当场获得 经历音乐手机 和唐系列手机 唐浩稍等一下 你就在那个位置 我多问你一个问题 去了长沙 你复兴在天津 有一天你要是 要照顾自己 不又回来了吗 如果在长沙 能赞受成绩 我想把架子拿来 再见他 邵刚 这是非尼摸主播出 到至今 我受的打击最大的一次 最大的一次 这个人是非常清楚 自己要什么 包括他这么长时间 不找到工作 其实他最要 他那个生活的状态 没错 所以 一个是长沙生活的状态 还有一个就是 他真正做的是 他最擅长和最擅长的工作 可是我觉得 一个后面不一定 但迷恋某种生活状态 他的职业状态 就会变得迷惘 谁说来了这个舞台之后 求职者纠结 在一个求职者离开之后 老板们还长时间的纠结着 纠结着求职者是选择了他 还是不选择他 被选择的人 叠叠不休 被拒绝的人 也叠叠不休 这就是非你莫属的魅力 他能让所有的人 在这纠结 由于身体的原因吧 初中毕业以后 一直没有机会 去能上学 但是我一直没有 放弃自己的梦想 我觉得世界上 没有一个完美的人 如果你想去做一件事 我觉得整个世界 都会帮助你 余天心二十一岁 我为人初中学历 大家好 十二位老板好 我叫余天心 今年二十一岁 来自河北省秦皇岛市 现读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韩寿的汉语言文学专业 我的特长是写作和编稿 现从事图书馆的采编工作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 想寻求一份语文字编辑 或是编导之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天心年纪很小 对不对 二十一岁嘛 对 拿的是什么 拿的是我写的小说 然后送给张老师 哇 患上重感冒的六月天 对 这个名字很难以理解 很特别 很特别 还有一本叫听天使在笑 对 被称为90后美女作家 对不对 我看见过 对 有别人这么叫 天心 你在乎不在乎一本书 因为去年我也写了一本书 写得非常好 非常好 特别好 特别好 那卖的一般 如果你的书卖的不好 你会不会在乎 我觉得不会在乎 因为我 卖出去十本 其中还有一本是送给我的 也许只有你的书会卖的不好 22岁 一个小女生 在这样的现场 能有如此快的反应能力 我觉得真是不错 但是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特意提到的是 初中学历 为什么 因为初中之后 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然后就是没有机会去上学 什么病方面透露吗 淋巴流 淋巴流啊 对啊 今天妈妈在对不对 对 妈妈在哪里啊 举手示意为止 大家来认识一下 于天心的妈妈 您请坐 于天心已经22岁了 但是随手都带着妈妈 或者说妈妈随手都带着于天心 于天心来面试的时候 妈妈跟着 对吧 就是您为什么看得那么严啊 我觉得天心自从生命以后吧 不放心 就是 嗯 真是有点不放心 您自己有工作吗 我没有工作 就是全职带于天心 您对天心这个工作 有什么想法呀 就是以着她自己的意愿吧 她想做什么我就支持她 支持 对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妈妈来 你现在的工作 刚才我听说图书馆的编辑 采编 采编什么意思 就是对图书进行分类编号这些东西 为什么不做了呢 因为我觉得没有运用上我的特长吧 创作 对 创作能力没有发挥之外 对 所以现在想找的工作就是只要是和文字编辑啊 有点创作感的工作有关 对 就可以了 对 应该是吧 十二位 表决 让天心继续 还是离开 请选择 陶思玄老师 我要请教一下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其实她没有工作经验 对 可是她的要求也不高啊 她没有说我要做你们的总编 我要做你们的主编 我要做你们办公室主任 她要求也很低 我只要做文字编辑就好 那我觉得她打动老板的 其实是其他年轻人可以借鉴的地方 首先她了解自己的长相在哪里 第二 她真的带来了自己的作品 我这是我曾经做过的东西 眼见为实 那第三 我的诉求和我的 我所具备的素质 它是相似的 在同一个阶层上面 谢谢 谢谢陶老师 给我们带来个观察 陶思玄老师 你算敏感的人吗 还行吧 还行 一个敏感的人将怎么证明 天生我有才呢 天心要展示的 天心你的第一本书叫听天使在笑 对 要听的话就应该叫笑声 看才是在笑 对不对 首先我觉得自己的思维要和别人不太一样 然后他们的微笑 我觉得我是可以听见的 因为在那时候发生一些事 我觉得是对我有所影响的 这个书名是贾平华帮着写的 对 这是签售时候的照片 当时在哪做的签售 在我们秦皇岛 在秦皇岛 大家看场面非常热烈 全是天心家找来的亲戚 这个真不是 天心 我知道你的书可能真的会比张老师书卖的好一点 凭什么呀 因为这个我是看 因为你的全部的生活都是在写这两本书 那我想知道你觉得你的书里的世界 和你真实的这个世界 有些什么不一样 因为第一部属于代谢自传性的 然后第二部属于完全虚构的 然后第二部书所写的内容 跟我的生活完全就全靠想象出来的吧 第一本这个本叫听天使在笑 有点半自传 讲一个生病的小女孩的故事 而这本就是特别长名字 也听不懂的 这本就是天马行空了 对不对 今天这期节目是邵刚主持的最酸的一次 他羡慕嫉妒恨 不要理他 然后问你一问题 就是每一个作家心里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模样 就是未来的一个想成为的作家 或者他习惯于某人的风格 在你最喜欢的作家的风格里面 最喜欢是谁的风格 或者你最 然后再回答一个问题 你最不喜欢是谁的风格 没事 咱这节目虽然全国播 但是一般作家都不看电视 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还是于华老师吧 喜欢于华 对 理由是 我喜欢他写文字的那种风格 国内的作家不太喜欢哪种类型的或者哪个人 我挺喜欢聊斋的 不他们说无聊斋 我写的那本书叫无聊斋 我不喜欢看无聊斋 无聊斋 这本书写得非常好 刚才还说到你是喜欢做编辑工作 当然是图书编辑 未来如果是一个编辑工作 是纯文字的 不让你写了 你还有激情吗 有 你知道一个好的编辑应该具备的最基本条件是什么 你认为的 没关系 没有标准 是这样 第一我想问你愿不愿意从事这种写新闻稿的工作 第二你先告诉我 新闻稿件基本的四大要素是什么 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我是做影视行业的 告诉我写娱乐稿件的四大要素是什么 好 愿不愿意写新闻稿 我愿意 愿意 一个随随便便的新闻 把这个新闻稿写出来几个要素 我给你提示一下 得说什么时间发生的吗 时间 地点 人物 还有事件的主要内容 事件的主要内容 这么四个要素 好 那如果这是个娱乐新闻呢 娱乐新闻 八卦的 这个我不知道 不太知道了 没想到 我觉得要这样下去 他肯定再也做不成作家 我觉得我要跟天心说 其实你今天来错地方了 因为我们就看他这个学校 我觉得他今天还能成为一个作家 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继续上学 因为在我们的学校里面 的确有很多天使 但是会校的天使已经不多了 那如果说今天你真的在这找到一份工作 也许呢 在我们的职场里面会多一个平庸的文密 但是我们可能会少一个会校的天使作家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创造价值 不一定非要到一个组织里面去 因为组织会困会禁锢一个灵魂 会禁锢你的想象力 我觉得作家是需要这些东西的 实际上能够靠写文字 自己养活自己的作家其实很少 所以我觉得生活还是一个问题 这是我的意见 你更偏向于他们两个谁的意见 其实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有一天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剧本 然后拍成电视剧 要不要到我们家的公司来做都并不重要了 老板们最后一次按灯 十二位表态 没啥离开了 顾客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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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位留下了 选择权现在已经到了天心的手上 一个一个来介绍 尹峰提供的职位 我给你提供的是企划部的文案策划 对 我能给你提供的职位也是广告文案策划 跟文字打交道 摆脱网 我们也是这个公关部的文案专员 负责转港 张立 范总网 我们提供一个美食编辑的职位给你 我们给你的职位就是文字文案的这样子的工作 我们有一个内部的刊物 专门给我们员工进行学习和交流的 然后也需要一个编辑的职位 内部开悟 我们一个是提供一个文字编辑的工作 就是文字编辑 编辑那些幸福故事 第二个世纪家园运作了已经七周年 我们希望出一本书 就是把这些寻爱指南这本书做得很好 但是一直苦疑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写手 所以说我觉得这两年是应该 在什么指南 寻爱指南 寻爱指南 对 您刚才还用了一个词 就是说你们主要要编辑幸福故事 还是编造幸福故事 孝刚就羡慕嫉妒恨 他知道在我们的平台上 书卖力一定比无聊斋好 所以你现在提供的职位是什么会不 你可以作为一个专职的写手 但是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因为是写别人的故事 不是写自己的故事 这可能是一个挑战 是这样的 我们提供的职位是产品编辑 那么你要负责把这些产品写成描述 写得很吸引人 让我们的目标消费群 也就是像你这样的年轻的男女 对他产生兴趣产生购买 这八个工作每一个都很具体 你要走上前去 把其中六家的灯灭掉 写风再见了 志风再见了 志风再见了 顾岩再见了 石雷再见了 慧普再见了 我天 林肖再见 天心最后留了两家 这两家基本上哪都不爱哪 等会儿 糟糕 我一定要问一句话 为什么灭我 我先跟你说 爱吃爱漂亮是人之天性 可是我真的 我是提供的杜亏老师 没有给他让他往后推 我是唯一个在前进过程中 还能迈对步伐的岗位 不 我觉得人家一个90后 你非得让人写一个寻爱指南 然后给大龄的单身女性 男性写一个寻爱指南 沐原说这个特别对 因为我认为天心 你之所以把它灭掉 是因为未来 他可能会让你写的那本书很土 对不对 那刘卫谷 真的谁在羡慕嫉妒恨的到底 好不说了 安静 接下来 天心 你要和张力和杭月 谈钱 不伤感情 职位本身差别不大 谈钱的事情自己来 张力 杭月 赵老师 我想问您提供的月薪 大概是多少 试用期的底薪是3.5K 那么转账之后的话 应该是4.5K左右 杭月 可能听起来我们品那边还差一点 大概是说试用期2000块钱 当转账之后是2500开始 但是我觉得我给你的空间是非常的大 我们不需要你有特别专业性的 这个文字上的呈现 一个月只要求你8篇就可以了 你其余的时间 你可以愿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其实我给你的空间会非常大 因为我觉得你不要放弃你以前的写作 也是这样子 杭月 不用再说了 因为你现在再继续下去 显得有点极致白脸的 好吧 对对对 不至于的 来 给你15秒的思考 天心 不好意思 我想在离开 为什么 我想我还是基于我的写作为主吧 一直特别阳光快乐 怎么到了到了给哭起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 说说自己的真实想法 还是想以自己的梦想为主吧 想以梦想为主 实现梦想是一件非常奢侈 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 希望以后能够看到你在坚持梦想的时候写的更漂亮的下一个作品 妈妈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觉得天心还是考虑我们家庭经济条件 有经济条件的考虑吗 也有吧 真正能允许我再说一句话 杜魁老师有一句话 因为我们都是在这边做招聘的 我也是第一次劝一个人不要找工作 我觉得我看到她的妈妈的时候 其实我很有压力 还是很沉重 但是我相信今天无论是要给你工作 和劝你不要找工作 我觉得都是为你好 我觉得今天跟过去不一样了 过去可能你要不是作家协会的 你不是这些 你可能就没有出路 但今天我相信只要你能写得好 还有很多的平台 你会有很多的粉丝 你还可以有很多的方式能够赚到钱 不仅仅是卖书 如果你愿意的话 下来节目你可以来跟我聊 我们有专门可以看剧本的这个职务 也可以让你在写自己小说的同时 去看一些剧本 完成自己的梦想 好 天心 大家有很多的话 不停的嘱咐 不停的嘱咐 两个词 第一希望你幸福 第二希望你快乐 好吗 我想说一句话 好 就是今天能来到这里 有这么多人来支持我 还有12位老板 不管怎么样 我感觉他们就一直特别关注我 然后我谢谢他们的支持 谢谢 一路总好 感谢本节目的独家人力资源支持机构 致连招聘的大力支持 同时感谢分众传媒视频媒体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现在屏幕上已经打出了报名的网址 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报名电话 1870-1531-711 或者把您个人的资料 直接又寄到网易的这个邮箱里 移动用户拨打 12590-72896 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 还有实时的求职游戏 您可能获得丰厚的奖品 移动连通电信的用户都可以编辑R53 加上报名信息 或者是留言 发送到1066-2000-518 也许下一个应聘者就是您 移动3G 还可以拨打12590-90889 参与节目的实时的视频互动 或者录制视频报名 非你莫属开了自己的官方微博 我们希望在这个平台上 听到您的意见和声音 同时每一位应聘成功的求职者 都可以当场获得经历一月手机 隔堂系列手机一部 这里是非你莫属 下周见